我看到有人問說海島的劇情第一次沒有可莉 我們有沒有什麼看法 這是我們會希望是延續傳統還是新嘗試 是第一次嗎?我都不記得了 我以為是第二次了 其實也是藉可莉和愛麗絲的這種讓線出模擬會 他可能覺得模擬會交代吧 那就是模擬會要交代的事 以往的海島都跟可莉有關係嗎 就1.6、2.8、3.6 對啊那個解謎海島不是也沒有可莉嗎? 那不是一樣嗎? 解謎海島不是有啊? 有啊有啊 有嗎? 沒有可莉特地的劇情主要介紹的就是萬葉小安依依莫娜 可莉上去生場 我記得有引路 有可莉味但沒有可莉是嗎? 可莉味是什麼味 我是覺得他其實說是可莉 其實是在這場阿里斯 嗯 然後這一次的海島是完全沒有可莉 我女會 不過我這次 可能你有可莉味呢? 可莉味啊? 不知道觀眾誰有可莉味 第二次 可莉的味道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我沒有我沒有 get到可莉味是什麼味 不過2.8海島真的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很喜歡 羅編神做了很多那一種在玩的時候各種吐槽 玩完之後又覺得有點回味的那種那種事情 我覺得整個2.0的劇情做的都很好啊 2.4的海灯截2.8的海島2.7的荒莫草原 我覺得都做的很好啊 就3.0狗屎 反正3.8的海島2.0整個2.0整個 那個瓶子國嗎 那個什麼呀 都是從一開始玩家和雷電對抗 然後再到2.4的那個那個就是深刻 但是說是深刻其實不光是在描寫深刻 他是走了一種群眾史觀 就是裏樂人民自己不依靠仙人可以完全的去對抗魔神 相較於第一次來說 這次完全沒有那個仙人的幫助 就自己就相當於是一種很很就很正的那種價值觀 然後3.7的那種2.7的層原劇情啊 就是相當於是那個怎麼堅守 包括2.8的海島就整一整年的基調都特別好 一整年的劇情都特別在線 然後可能就感覺就是江郎才進了 從3.0之後就劇情的基調就一下就 下降了好多 尤其是 我感覺是換主創團隊的 聽說我換過團隊吧聽說 就是就是他換了團隊之後 最關鍵的問題是他換了一個團隊之後 這個團隊沒有按照之前的既定劇本去寫 他自己創造了很多東西 包括我覺得風單也有這種感覺就是 風單就是如果你就假如說認為虛迷是吃書的話 那實際上風單相當於是又吃了一次虛迷的書 只不過因為虛迷的吃書是一個負面的形象 風單吃書算是一定程度上扭轉的 所以說他的這方面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但其實實際上他就是吃了兩次書 但是你們沒發現就是 就是風單和虛迷的劇情中間會特別無聊 就是點5點6點7 對 是不是非常非常無聊 這次的點這次的點7完全沒有劇情 這次連活動劇情都給砍掉了 就為了推他那個 他連劇情都砍了 推他那個B幻想天天爵士 那什麼 我感覺原神越來越無聊的 你說劇情嗎還是角色 一切 一切 說不出那就是一切 不會是因為玩太久了 因為你們每一個遊戲基本上都有聲明之後 一個內容遊戲隨著時間結代 他的內容產物越來越無聊 玩家越來 玩家能接受 但是原神的下降水平有點過於的 超出了玩家能接受的頻率 我還是覺得你可以下山 但你不能跳牙 你覺得主要是哪個地方跳牙 因為他現在不是每個版本都還有一個 聲優配音的經費的大活動劇情嗎 這個慘量 這個事情你們很在意嗎 我不是很在意這件事情 就其他遊戲基本上都沒有這樣的待遇 就原神每個版本 是不是角色設計的問題 上次我們討論過這個事情 疲憊感 就沒有再像以前那麼的放縱去設計那些角色 就是錄的也沒有了 就沒有那種 我覺得還是3.0他選擇了一個全品類的路線 他全品類的路線實際上是多多少少有一點傷害到 至少我覺得我作為曾經的核心玩家 我覺得我是被傷害到的 好吧 就不僅僅只是一個散寶的問題 就是它是一種就是方向上的問題 因為你還有肯定希望原神是能夠盡可能的吸引更多的玩家 進入到這個所謂的米哈游宇宙 但是沒有維持好玩家之間的 對 就是沒有維持好自己的基本盤盲目擴圈 嗯 而且我覺得米哈游他有一個事情是在他擴圈的過程當中比較矛盾的 就是他在評論區或者說他在社區討論當中在洋谷 洋谷就是 對就是他很喜歡在社區討論 就是他會有意或者無意的放任一些非常有節奏性的社區討論 然後再通過一些就比如說我舉個特別簡單的也比較靈近的例子 龍王出了之後社區討論就是不如龍王一轉 你說完了嗎我都轉完了 就全是這樣子的話就在龍王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最近可能還稍微恢復了一點 龍王出來之後那幾個版本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在座各位應該都能感受到 你在聊強度的時候總共有些劍種總共有些劍種一定要來給你告訴我 你說完了沒有龍王都轉完了 他自己把這個強度的社區給抹殺掉了 然後幻想真經巨石聊完了之後 幻想真經巨石聊完了這次出來了之後呢 又比就是你抽卡也沒有意義了 原本抽卡還能有一個強度向的抽卡對吧 我跟你說我說啊這個角色這個角色他可能沒有那麼強 那個角色可能沒有那麼強 然後你跟我來一句我打好想真經巨石所以我得抽 那你這怎麼聊呢這天怎麼聊呢 但這些事情本質上都是米哈尤的問題 他就是米哈尤的責任 他沒有他自己既沒有運營好這個遊戲 也沒有維護好這個社區的環境 而且我一直覺得他是有意在放任這件事情的 因為怎麼講呢黑紅也是紅嘛 所以社區來講你只要有討論度就有流量 就有這個不管正向還是負向的引導價值 所以說我認為米哈尤是在放任這件事情 我反而覺得米哈尤對於社區完全沒有把控 對呀 完全沒有任何把控 我加一我也這麼認為 不應該這樣的 不應該這樣的 就是我說的再不好聽點 你你假設啊假設就是 《絕區零》是騰訊和網易做的 不可能讓第一天《絕區零》無聊這種事情刷屏的不可能 他沒有做任何的管控 甚至對他不利的管控他都沒有去做 就是說的不好聽點 我覺得他無對無的還挺快的 沒有能力 不是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去運營社區 但是又需要社區給他提供能量 好像就領多會黑單一些人吧 就帶節奏他會黑單 就像最近我有看到那個 那個黑 某黑 黑糖他好像就被黑單了 對就只聽說是會把那個就 那個激勵資格會給他黑單 剔除掉然後就不管了 他和董哥不是早就被黑單好幾年了 我不是說董哥 我不是說董哥 不是我說他們兩個被 創作激勵黑單已經至少有一年多的事情 就我去年就知道這件事 董哥他有真的被黑嗎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他是他 但是反正他的視頻也沒有創作激勵的 太高了 他講的還比較沒那麼有攻擊性的 我覺得 就 早就沒有創作激勵了 創作激勵在4.3的時候 4.4就到頭了 4.5 4.6的時候只給流量了 嗯 哈哈 啊 沒有創作激勵了 早就 早就沒有了沒有創作激勵了 沒有了 那 以前會定向的去給玩家去發 現在只會發那個什麼流量 就是 你還有不是 還有 D站已經沒有辦法把流量對向了 讓玩家 那我視頻的前面就先發吧 對 然後 主播話主自己去考慮對向 就 哦 我黑單的話早期要 D站窮的只有流量了 嗯 早期要除了 除了番薯以外還有那個 番薯還有那個黑 白海黑哨的樣子 我那次有看到他在那邊 哭訴 說他明明用很拐彎抹角的方式來講 內鬼內容 但還是被黑了 就是被BAN了 被影 整個視頻都被BAN掉了 他還是去問那個官方 那你講內鬼還有什麼可料啊 就是他說 他講說他完全都用別的方式來談了 甚至都沒有在講內鬼 但還是全部都被 被秒 他又給檢舉下架 之前有看他有講 可能就點多就是檢舉 就是視頻下架 跟拉黑一彈吧 所以說視頻廣告 我之前有20多 我之前有個20多萬的視頻 罵了米哈友 然後可能在裡面提了兩句 100級核心聲音源 然後後面就被下架了 對呀 還有這些 我不太好說被下架的原因 到底是因為我罵了米哈友 還是因為 我聊了 就是我聊了未來的東西 還有B站不知道還有一個 對 還不知道還有一個叫什麼 什麼冰糖嗎 他好像 我看他視頻也沒什麼在攻擊的 但他也是說什麼 他完全被取消了 就完全就是被黑單的樣子 我都好奇是發生什麼事情 B站沒有辦法給 B站和米哈沒有辦法給玩家提供 持續性的這種獎勵來 我覺得問題可能B站問題更大 是吧 所以社群管控這一點 我可能就像貓斯露講的 就完全沒管吧 我覺得感覺是 你要不就是完全開放 要不就是完全的嚴控 就嚴嚴嚴控 就你你整的這種不倫不類的 有什麼意義呢 你要不就是完全的 不允許玩家有言論自由 而任何不利於米哈游的言論 就直接就發都發不出來 但是咪咪一直都是這樣子 你管了個屁 你管不了這麼嚴 你管不成這麼嚴 那你開放有什麼意義 要不就完全不管 要不就完全就嚴管 確實 但是我們咪咪就是這樣的 就是又當又立 就是一面假裝自己不管 一面又遇到事情的又要管 是啊 攻擊性最高是藩術隊 那個根本就是最 非常刺濡的在攻擊 做什麼 流血狗日徹 特化圖牌 那個太誇張了 確實 你看他也被打臉了很多次 這個就沒什麼好說 因為他自己沒有社交 他自己沒有社交 或者說他自己沒有社交平台 我不覺得米歐社是一個社交平台 我不認為米歐社是一個社交平台 應該說不夠促進吧 我一直不是覺得米歐 不是就是關注人太少了 有多少人了解原神的消息 就了解原神的新角色 看PV去米歐社看的不是吧 基本上都是B站吧 只要B站有的就不會去米歐社關注 所以米哈游他自己社交這方面做的太爛了 他就是想開門但是又沒空管 就搞成現在這個樣了 可能還多多少帶有一點 就是想著說那我沒空管 我讓你們發酵發酵 還能有點流量 我感覺他們都還要練這種小心思 不過我常常從他們的前章發現 哇其實他們都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就是那些社群在講什麼 其實他們都很清楚 只是有沒有真的去改善就 不是他很清楚這件事情 在我看來更氣人 就是你要是不該改什麼就算了 你都知道但你不改 蠻噁心的 就像那時候那個 我們要把全者全讓給玩家 那個絕群的那個前章 我覺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他說選擇群應該要交給玩家 啊我就想說啊那那其他的 原神崩堤你們 原來你們都知道 原神的操話太傲了 就是他一直有一種 就是他所有給給到玩家的東西都是一種一種類似於賞賜的心態在給 就是包括優化包括內容啊 我反正是我隱隱約約的能感覺到這樣子的一種心態在 我也不知道對不對了 但反正 嗯我做一個玩家我不是很喜歡 感覺好像已經無依無求了 感覺每個人好像已經工資已經發到可以 可以去那個躺著躺著每天來 就是來公司養老然後養老金什麼的都給他們交完了 就已經掙夠了自己一輩子錢 就可以完全肆無忌憚的 以自己和依惡性玩家為目的去工作 就已經沒有慾望了感覺 但是他們的心態上很容易給人這樣子的感覺 對 而且就是我之前已經無依無求了 嗯是的 他們的原神策劃做已經無依無求了就玩家你愛玩玩不玩滾 我就是我要通過原神去達成我的個人的一些 所謂的 自我實現 對呀 而且我一直覺得就是 雖然 肯定不會完全是這樣了但是 我覺得操畫多多少少帶有一種心態就是他們會覺得說只要我想我還可以再創造一個原神 這是尤其是在3.0的那個滑坡的階段我有一個特別明顯的感受就是我覺得操畫不在乎原神的下跌因為他覺得就是說 原神可能對玩家來說對 各個群體來講都是一個奇蹟但是對策劃來講他可能覺得說只要我想我明天就可以再弄一個當年複製當年原神的奇蹟所以你現在原神變成什麼樣子我根本就不用在乎因為我隨時都可以再來一次 但很明顯不是這樣 嗯 但其實你還有還有著非常 多可以讓他們匯獲的資本啊 那當然了呀他就是資本多啊 他是可以吧 他可以匯獲沒問題而且就是一定程度上就是你如果你跳離開玩家的這個視角你作為一個操畫的視角來講的話很多事情怎麼說呢 不做 你就沒鍋該領你的工資領你的工資做了 做好了你也未必能有多少獎賞做壞了鍋全是你一個人 還有寫進簡歷裏你以後工作也不好走那何必呢大家都是來刷簡歷的 對吧那作為一個打工人不可能就是給玩家背這個鍋 嗯所以說 我也是希望 他們文案可以再寫好一點 就 總覺得好像每次 都常常會有一些節奏帶出來都是文案出問題 希望這納塔可以 老是有一個遊戲公司他就招不到特別好的這種編輯或種案 他不配 他不配 能去遊戲公司就職的文案和編劇其實都是在這個行業裡屬於下三等中的下三等人了 這種優秀的編劇不會去遊戲公司就業的 是的 因為在遊戲公司裡面文案是最底層 原來是這樣 龍西總有啥問題 我看到觀眾講 就那時候連弗尼納 自己還有駭蒙都覺得很 很尷尬的 對就連遊戲的角色 派蒙的情傷越來越低 派蒙情傷越來越低越來越說出玩家不想說出的話就感覺 而且玩家又說又沒有什麼就表達欲 完全是就感覺就派蒙一個人感覺 把所有的事情就把所有的話都說而且 態度特別惡劣 明朝表示不服 派蒙越來有點像熊孩子了 他有時候還是有情傷啊 就 克洛尼德那一次 派蒙的情傷感覺和湊化的智商是不應的 高高低低起起風 我覺得有抽到笑點了 對呀這個 唉 這有 這我不少 不好多說 就因為你去細思的話 有一些我看那時候我在關注節奏的時候有人說什麼 你去細思一下 什麼 你想像你五歲的時候 你的師傅叫你去跟狗打一下 輸的話就當狗的寵物 你怎麼想 然後我就 我就去帶路了一下 我覺得 就跟當時的派蒙 你用正常的人腦去帶路 也挺沒道理的 克林德師傅又不是一個正常人 他的那個腦子大腦回路也不是很正常 是 這是我覺得一個文案和就是 這是文案和玩家之間的一個 就是矛盾吧 但是我認為就這個矛盾 雖然我覺得龍西就你一定要帶龍西夫人的這種節奏 就純傻屁但是你去聊龍西這件事情讓玩家覺得不舒服呢 這個事情裡面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是因為策劃和玩家之間他的視角不一樣 玩家會覺得說我帶入了我的想法 但是策劃會覺得說我帶入到了克林德的師傅這樣子的一個人設裡面 他會覺得說那這個人確實是可以這樣子說出這樣子的一句話 這個東西我覺得 沒什麼問題 但還有一個點就是 原神他自己的文案水平下降的太厲害了 就假設說 假設說這件事情如果是2.0出的 我覺得不會有現在這麼大的節奏 就是你讓玩家吃太多屎之後 你自己再非要去桌點小東西 那你也很難讓玩家要接受你的想法 對呀 茂斯夫你怎麼看 我是覺得這個事情不論他寫什麼都是錯的 一種懲罰式教育就不應該被正當化 這個不是編劇水平問題是三觀問題 就是不應該有這種 讓懲罰教育合理化的行為 不管是不是龍西 所以我覺得就現在很 很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原神現在的 編劇和策劃已經也出現了這種 三觀不正的情況 三觀不正 三觀不正不是說其他的問題 就是價值觀問題 價值觀問題 輸出了一種錯誤的價值觀 對 對 對 關於那個時候我看他那個 他說他最離譜是連派蒙跟 無尼納自己都 都傻眼了 就連車話自己都知道自己 這個段劇情會有 有一點 就感覺會 會有人 太解錯 怪怪的 對 我就看他們一直在那邊 吵架 就兩派 一派會覺得 這很正常啊 你們在想什麼 另一派會覺得 啊 這哪裡正常 派蒙跟那個弗尼納他們都覺得不正常的 你為什麼覺得正常 我就看他們一直在吵架 我看了一大堆 所以我是希望他們 就納塔的劇情不要再 搞的 搞出這種 會引起節奏 就是明顯節奏的 劇情 就是 還有甚至像希格文 還有看到B站有一個 一個玩家 他媽的基本成果 什麼什麼 對 又看了一個 看了希格文的劇情 你覺得三關太炸裂 然後 就退坑了 然後還特別拍 視頻 然後在那邊哭 我就啊 期待納塔真的 希望可以好好的 比較 沒有瑕疵的劇情 希望 像從原神1.0 1.0 我們回顧一下劇情好像 比較沒有爭議的劇情好像就1.0 因為2.0的話 比較小生意可能就是星海 星海的傳說劇情 那3.0的話 無翁之魚就是閃兵 4.0的話就是科洛寧德 對那我是希望5.0不要再出現 類似的節奏 可是如果這樣子流天的話 那你們的劇情還有什麼樂趣呢 就相當於是所有人都必須要按照既定的一個正常的人類去 活著 那不就 就成機器人了嗎 那不就烏托邦嗎 就是你難 就我其實不太能理解這件事情 就是 我說一下我自己的觀點 我也不是攻擊各位會怎麼樣 就是 如果在一個遊戲一個幻想的世界裡面都不允許出現一些出格的想法和行為的話 那 我反而覺得可能有點無趣吧 大概是這樣 莫爾你怎麼看 我安靜了好久我剛剛去上了個廁所 我有看到 憋得像龍王一樣 我覺得我是那種不容易被節奏帶走的人 所以我其實像剛剛你們講的什麼龍西 然後閃兵 其實閃兵可能還有一點 但是龍西的部分我覺得完全沒問題 在我這邊看來 可能確實是會引起一樣的 就一定的節奏 但是我覺得不成問題 就 在我看來就是 當我沒有去社區看這一些 就是比較 比較 我可以說極端嗎 就是講的比較嚴重一點的 就 言論的話 其實我壓根不覺得這句話有問題 當然我看完之後 我確實也會去想說 這樣子這樣子寫 確實 有點不太好 又不是有人說如果改成寫 比如說 打完如果打輸了之後要聽 那是那些人是怎麼圓的 就是用另外一種寫法會更好 我聽起來確實是不錯 但是就是 其實這樣子寫也不至於到 就是有節奏 不至於到那一種就是需要去更改吧 我覺得就是如果他 就像你們講的嘛 就這個東西 很明顯是策劃自己也知道的 那他為什麼會放出來 就是為了有一定的討論度吧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可能就是希望玩家 玩完這個劇情之後會有一個東西可以討論 就是故意要引起玩家的討論的一個 走法而已 就不是真正的就是 就是沒有看到這一個 引起會引起的嚴重的部分 我是這麼想 就打輸了 當誰的老大 對 類似於這種寫法可能會比較平淡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 寵物的部分我覺得不至於到 很嚴重的當然肯定是會引起一部分的波浪 是 我不是那一種就是看到別人吵 我也會跟著覺得 對 就應該吵 我就是覺得 我去想一下 我自己個人看完是還好 就可能會有一點奇怪 那不至於到 引起整個劇情被毀掉的那種程度 甚至有聽到了一個玩家 他還 還蠻離譜 他說他原本對克魯尼的完全沒有感覺 一點都不想抽 但聽到說 原來他當過別人的寵物 那我要來抽一個 感覺抽了一個寵物 屋中的寵物還挺有意思的 我就 啊 這感覺有點就是 這也有論你覺得是認真的嗎 有一點誇張 就比如說有些人說 我看了這一句話 你看原神 運營了這麼多年 因為我看了這一句話 我不玩原神了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 找一個點去 抒發而已 你本來就不想玩 然後因為這一句你就 順便寫下來 然後我就不玩了 這樣子 我就覺得有點 誇張啦 就 節奏肯定是有 就是我覺得 沒有沒有到這麼誇張啦 呀 這樣子 我的感受是這樣 可能在國際服 就是 氛圍就是差不多 這樣子 就引起 真的要引起很大的波浪才會 國際服人才會 跟著 就是 被影響 就像中壘事件那一種 後面好像都沒有這麼嚴重的事情 中壘事件我們國際服有掀起多大的風波嗎 好像 那時候好像是B站最大 有吧 我印象中 那個波浪也蠻大的 就一直在笑 中壘就是 不是那種圖片都有嗎 就是採礦 工具人 那種不是 B站傳來嗎 推著輪椅給他推出來那種 英文版的有啊 所以我才有印象嗎 有很多漫展嘛 漫展的時候 COS中壘的就做一輪椅 然後後面讓人給他推出來 對對對對對 輪椅中壘特別多 傳廢的神嘛 就反正節奏很大 大到國際服都有一直在笑的那種節奏 就傳過來了 感覺主要是傳過來了 這一次 最近的節奏 我都覺得 不是很大的問題吧 就是 最多引起討論 不至於到 呃就是 沿上到 策劃編劇那一種 對啊 不過我看到就 有人對5.0的娜塔 覺得他有回歸到基本盤吧 就是至少 女角敢談胸弱奴 女角色給我多玩 而且女角色 基本上PV只有出現兩個男的 一個是隊長 一個是那個Sasuke 就是那個 那個佐助 我只記得那個佐助的 那個角色名叫什麼 雞什麼泥的 我只記得 Narudo 我只記得 只有兩個男的 其他都是女的 好像 有一個回來的樣子 就聽說是 可是很多人對他還有很多意見啊 就是完全跟他們想像中的不一樣 就感覺太 對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對吧 很多人以為是什麼 刺血 什麼 什麼黑 女武神啊 或是流血啊 岩漿啊 結果是這麼可愛的運動會 的感覺 因為我是一個 因為我是一個 寶可夢國 怎麼做都不會 怎麼怎麼都會有人不滿意的 是有點落差感啊 這個 我變實落差感挺大的 但是其實也沒有 就是落差感之後 整體還是OK的 就是至少眼前音量還是有 對嗎 我覺得 可能 對 認為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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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Pont 法нов